人字最早出现在西周与春秋时代 但人字最早的含义 也就是孔子时代人字的含义 却随着时间的推移 遗失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之中 那么人是什么 最早人字的含义又是什么 这一系列视频记录 我是如何寻找人是什么 发现人是什么 以及对人的思考 为了制作论语视频 我学习论语 大家也可以看一眼 我制作的论语视频 视频做完了 仍然不懂人字的意思 就想了解学者对人字的解读 顺便弄懂它 这样 我开始看学者讲述论语的视频 读文章 读论文 查找古书中的人字 左传和论语同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书籍 那么 左传中的人字和论语中的人字应该有同样的意思 我将左传中的人字全部收集在一起 共计39个 这39个人字让我非常困惑 当我猜测人字大概是某一种意思时 就找这39个人字来验证 可是一细看这39个人字 马上就知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原因就是 这39个人字所谈记的东西杂乱无章 无任何线索可言 有一天 当我再将困惑的眼睛聚焦着这39个人字时 人的行为这几个字突然闪现 会是答案吗 随后我开始利用论语和左传中的人字 来验证这个答案 答案能够通过验证 继而分析左传中的39个人字 发现他们支持这个答案 然后我又以春秋时代 早期人类的状况特征为背景 进行思考 发现 人是春秋时代的必然产物 最后在论语中发现 存在有能证明 人是什么的推理逻辑 完成以上求证后 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人字最初的含义 如何遗失在历史的进程中 我就顺着儒家经典作品 孟子 这条有书本文字 可供考察的线索 一直跟踪其中的人字 结果 对人字如何遗失 也猜出个大概 但是这些书中的人字 让我更相信了 我的人是什么的答案 在这个答案下 孟子是利用什么样的原则 来判断什么是人 和古往今来 人们对人字的各种传统看法 例如 人是权德 人是爱人 理就是人 都变得合理清晰起来 到此 我已经不再怀疑这个答案 现在希望有更多的人 在更长的时间里 帮助考察这个答案的对错吧 现在来看 我发现人是什么 第一 春秋贵族被春秋时代的 近况所逼迫 围绕人的行为 展开思索 产生了人的思想 人的实质 就是人的行为 第二 人只在特定条件下 正确的行为 第三 不仁只在特定条件下 错误的行为 第四 仁者则指一个人 在他各种活动的环境中 都能表现有正确行为 人是什么 二 验证答案 上个视频已经给出了 人是什么的答案 答案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 人只在特定条件下 正确的行为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 这个答案 有可能是对的 我首先想到 可以通过验证法 来验证这个答案 用论语来验证这个答案 我从论语中选出十二个 有代表性的 包含人字的章句来验证 人只在特定条件下 正确的行为 这个答案 先来看 第一个含有人字的章句 人远呼哉 我欲人 私人质疑 受而贫 这里先解释一下 视频中所有引用的译文 揭取自杨伯俊先生的 《论语义著1980版》 并以这种格式 杨先生译文 对比 本文译文 来对照人字在句子中 不同的翻译 现在看回第一句 杨先生将人字 翻译成人德 他的译文就是 人德 难道离我们很远吗 我要它 它就来了 我这里 人指正确的行为 那么 我的译文就是 正确的行为 难道离我们很远吗 我要有 正确的行为 它就来了 我的这个解读 是不难理解的 不用做更多的说明 它表面上 就可以通过验证吧 这里 再补充一点 为方便以后的论述 我会用 我的译文 这个表达用语 所谓 我的译文 指的是 我赵超 杨伯俊先生的译文 仅仅在 人字的翻译上 按照 我对人的理解 进行 相应调整 现在看第二个章句 为人有己 而由人乎在 言冤篇 杨先生将 人字翻译成 人德 他的译文就是 实践人德 全凭自己 还凭别人吗 我这里 人 指正确的行为 那么 我的译文就是 实践正确的行为 全凭自己 还凭别人吗 第三 孝帝也者 其为人之本语 学而偏 我的译文 孝顺爹娘 敬爱凶长 这就是正确行为的基础吧 第四 有能一日用其力 与人以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 我的译文 有谁能在某一天 使用他的力量鱼 做到正确的行为呢 我没见过 力量不够的 回也 其心三月不为人 其余 则日月至烟 而已已 我的译文 言回呀 他的心 长久地不离开 坚持正确的行为 别的学生吗 只是短时期 偶然想起一下罢了 第六 人而不人 如理合 这里 杨先生 会对不人 做具体的翻译 不人 在我这里理解为 常表现出 错误的行为 我的译文 做了人 却常表现有 错误的行为 怎样来对待 礼仪制度呢 对于这一章曲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 《红楼梦》中 假真 为父亲守孝时的行为 就属于典型的 人而不人 如理合 杨先生的译文是 《红楼梦》向孔子 问此路 有没有人得 孔子道 不晓得 我的译文 《红楼梦》向孔子 问此路 做到了 总保持有正确的行为吗 如果用正确的行为 办事而达到的结果 来表达的话 就是 此路做到了 总能把事办好吗 或 此路总能正确的办事吗 第八 司马牛问人 子曰 人者 其言也认 一文 司马牛问正确的行为 孔子道 总有正确行为的人 他的言语迟钝 第九 梵池问人 子曰 爱人 一文 梵池问 在我目前职务上 需要哪些正确的行为 孔子道 爱人 第十 那么 我怎么敢当 一 为之不厌 为人不倦 则可谓 云耳 以矣 可理解成 不过 我总是有 作为教师 应该有的 为之不厌 为人不倦 的正确行为 即就作为教师而言 我算达到了 总有正确的行为 也就是 我算得上 是教师 这种职业的人者 十一 君子 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一文 君子 没有吃完 一餐饭的时间 离开正确的行为 就是在仓促匆忙的时候 一定和正确的行为同在 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 一定和正确的行为同在 十二 君子而不仁者 有遗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一文 君子之中 常做出错误行为的人 有的罢 小人之中 却不会有 总是有正确行为的人 理解 正确的行为 不总是 直接立即的 小人 欲以利 难以 一直坚持 做正确 但不立即的行为 把人 理解为正确的行为后 你认可上述十二个章句的解读吗 他们符合孔子的精神吗 人 指正确的行为 能通过论语义书的验证吗 我的验证结论基于 论语中的人字一文 则利用论语中 所有含有人字的章句 来做同样的验证 下一个视频 我将利用论语来证明 人指正确的行为 这个答案 谢谢您的观看